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忘记火中取栗 投资其实是一个雪球和斜坡的相遇 世界的斜坡已经准备好迎接你这个雪球 或者 你选择投资一起成长的美好生活 我们也建议不要错过可以改变世界的科技 或者投资那些强劲的增长 李华盛 投资全球的指数基金和优质指标股份 收获成长的礼物 投资本应如此 另外 有一个消息就是第一视频 刚刚公布了 就是说他在疯狂体育那边 全年因为买回来的时候 就有一个保证的 就是盈利是有一定的额度的 现在目标的集团的顺利 是预期不少于人民币 是6300万的 就是去年全年 就是证明疯狂体育带来的贡献 就继续有一个增长 6300万的人民币 为港元就是7560万 7560万比对它上半年 2020年上半年的3100万来说 增长是有40%多的 这个就是疯狂体育 疯狂红丹 和一些体育彩票的业务 带来的收益 最主要就是疯狂红丹那边 就是资讯费用 因为去年来说 上半年境外的那些足球赛事 体育赛事是少的 非常少因为受疫情影响 下半年只是一个小小的恢复 所以单纯看这个 疯狂体育的疯狂红丹 和小小的那些彩票业务的收入 那边的顺利都已经增长了四成多 去年来说 就是说 会增加很多的销售点 在看彩的业务上 在便利店那里 现在都是几百间 今年来说 到明年来说 会开两万间 这裏带来的收益 就不用窥视 这方面来说 加上还有海南岛项目 之前都提过的 今天看回股价 都继续升 上回到四毫指楼上 现在去到四毫一先半 估计来说 封凰体育亦进一步 都是印证了 它的收益是不错的 如果投资者买了 或者是大家 YouTube朋友买了 就可以放久一点 我相信 这是去年的数 去年的数 这里当然还有一些摊销 其他一次性的摊销 还有剥离了一些非核心的 那些增长得不太好的业务 那些譬如电商业务 量子港那些 那些已经没有了 今年来说 纯是疯狂体育方面 或者疯狂红丹方面 彩票方面带来的业务 这方面的增长非常强 有海南岛的配合 所以 今年的半年和今年的全年的业绩 应该是预期非常好 继续持续持续 我相信现在这个价格 都会继续回好几番 看看它继续的发展 我再有什么新的资料 都会和大家继续再探讨 仍然整个市场 都是有北水支持住 但新一年其实都是继续做好的 恒指一直都是在试较高的位置 现在去到28,600了 虽然美股也反复一些 昨天也是很反复 受到一些经济数据的影响底下 不是太理想的 但是港股就不太跟 港股方面继续做好一点 在现在这个位置来说 相信仍然会进一步 有机会集结 之后以29,170点为一个目标区 即是去年一月份的高位 今天首先先不谈大市 先谈谈新股 因为今天有五个新股 上市的 都非常好 正如昨天的影片讲 这里超额完成了 升了差不多130% 一倍多 比起它26.3% 招股价做得很好 它超额了1,600多倍 招股上市价是26.3% 有明星效应 高程和中金的护音下 就继续做好 但是 就这么说 因为它现在是 一五年左右 才在大数据 医疗的SARS SARS 和人工智能技术方面 就提供一些医疗解决方案 给医院的 其实整个研发的情况 不是很长的 但是现在这么说 凡是跟SARS有关的 SARS有关的 都是炒上去的 不理你那个顺利是否有 真的看到 只是说收入而已 而在SARS那里 来说 医疗的SARS 它是第一种 上一次热炒的 明元云 就是防地产的SARS 这一种 它现在和300多间的医院合作 实际上比较活跃的 应该是几十间 而未来 它看到它的收入 不是说顺利 未来说收入来说 都是倍数增长的 当然 这个人工智能的技术 AI的技术 和大数据分析 各方面的东西 其实它需要到的研发 和前期的投资 使费很重 所以你看到 都是未有盈利的 当然 这是一个讲前景的东西 讲前景 有一个很大的发展空间 还有这种 AI智能技术 它是会学习的 除了做数据收集之外 它会学习 之后做分析 做比对 做很多东西 然后给医院做一个 参考的解决方案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未来我们很多地方都会用到AI 包括IoT 物联网的东西 所以 但是怎么说都好 它现在都去到62.9 今天最高到65.7.5 我自己看 之前那段片都预测 大概八成到一倍 可以考虑 就先走一转 我都建议大家 因为这些发展来说 都是需要时间的 短期来说 升到有一倍以上 其实都可以考虑 慢慢小量去出货 先赚钱 化新年财 牛年快到了 牛年未到 现在都牛气冲天 一路都是这样上去 我都是熟牛的 加上我熟牛 我看好 市又是好 相互相成 变了 在这种情况下 这些科技 我建议大家 如果抽到有几手的 或者十几手的 那些可以慢慢沽出货 剩下的 如果是赚了 不用钱的 那你就放在这裏 放在这裏 作为长线的 去投资 那些方法 如果没有货的 去高追的 这些位置 我不建议 升了一倍以上的位置 就不太建议 你说回到八成左右 以下 可以考虑 作为一个中线的投资 说完医道科技 还有一个 就是昨天也有提到大家的 就是杜草雄 我估计 它是 如果升到有五成以上 才会考虑获利 如果有三成 升三成以内 即是招股价的三成以内 即是5.88元上市 上市价的 升幅三成以内 就是买入的 那结果昨天 暗盘价最低落去 5.8 5.7 那接着收 收回8元 今天最低落去6.6.1 其实是很漂亮的位置 很漂亮的位置 给大家去吸纳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我的影片 就做了事 如果做了事又买了 在近六个多元钱的位置 今天六个1都看到 在六个多元钱的位置 买到的 恭喜你了 可以作为一个比较中线的持有 策略 现在 去到九个二人钱 已经升了五成了 五成的话 可能要先休息一下 但是 杜草雄娱乐 他都挺特别的 他招商和中建头做保证 他国际发售那边 都超了13倍 而上市价5.8元 他都很 就是那个大股东 就对定价那边 都不是很进取 都比较受惠那些大小股东 因为他最高价是6.1元 他都不定在最高价 下回去5.8元 都很有心 而呢 看回他其实最强的 就是在拍剧集那里 但是呢 这类公司 是做娱乐电影的公司 或者是电视剧那些 他其实最贵的都是 因为为什么呢 他里面拍剧的 很多都是 是重磅的明星 有些超级的明星 其实他们的费用都挺高的 那么 制作费都会大 相对的毛利 未必很多 其实是担心这些 那 除了这些之外 其实就 其他来说 他的剧集本身做得好的话 就是淡淡肉 对未来的盈利都是很好的 当然 这间公司很特别的 杜草雄呢 他有 吴奇隆 做大股东的 他透过他的好朋友 持有一个大股在里面 而他另外 刘思思也持有了14.8% 爱奇艺 就是他的合作伙伴 最大的客户 在剧集方面的收入 提供了 对他来说 有八成左右的业务来说 都是对他有一个支持 所以这方面来说 爱奇艺是持有19.57% 所以对他来说 有一个很大的 相辅相成的协同效应 既是一个最大的客户 亦都是他的合作伙伴 他本身在国内的剧集的发行 制片那边 是排第四的 也很厉害的 还有 还有一件事 就是 这一行里面的基金 最出名的Snowflake 都有拿了他做基石 这个很重要 所以在这种种情况下 他本身我相信 有几个超级明星 包括吴奇隆 刘思思 赵丽荣 还有其他那些 其实有这么多 对他的剧集的成本 都有个帮助 可以减轻了 还有他们也有明星效应 这方面来说 就不难拿到一些好的明星 去合作拍剧集的 而他的未来的剧集的收入 今年来说都有保证的了 所以 我觉得这只股票 你可以持续长一点 看长线一点 看长线一点 短线来说 九元就去到一个目标位 升了五成 但是如果他能够回一点 这些下来 能够升回大概三成左右 三成左右 即是七个八百元钱左右 七个八百元左右 附近那些 不妨到时 就考虑作为中线部署 因为以他现在的估值来说 他就不贵的 在这个估值来说 19年来说 都是不是很高的估值 都是低商位数的一个估值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未来来说 绝对有一个增长空间 我建议大家 不妨可以作为中线的投资 如果低位拿到 恭喜你 更加好 可以持续长线一点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Cheshi Chessi 即是就这样译 现在的名字真的改得很有趣 改到中文名字都不写 英文名字出来 Chessi Chessi 网上Chessi 1490 现在1.5毫半 他超过就很厉害了 超过一千二百多倍 超过一千二百多倍 他的市值只有18亿 他上市价1.2毫半 现在来说 都是比上市价升了两成多 1.5毫半 1.2毫半 即是升了26% 车市是做汽车广告的 亦都是所谓的汽车的SaaS平台 SaaS平台 逢亲店SaaS平台 都炒上去 都是这样的 都不理 现在的资金都是很奇怪 但是 每个人都SaaS 他SaaS 就奇怪了 升得不多 升得26% 即是证明 他本身市值不大 暂时都不会有机会 进入港股通 而他本身 都有些基石 比较出名 人民网 联想下面的一个金元资本 金融资本 联想投资下面的 还有加实 国际 华泰金控 这些都是他的基石 但是 网上车市 他本身 虽然市盈率 2019年都是二十多倍 但是 汽车广告方面的东西 有差不多一千间的合作方合作 而里面 是不是会有很高的毛利 在里面 其实这些未来的竞争性都很大的 所以未必可以维持一个很大的 高增长性的东西 始终来说 还有看到 现在来说 他的盘面小 他未来要投放下去的资源 和成本都不少 所以只可以 就是 我建议大家都是短炒 他最高 在今天来说 去过1.83 暗盘价 昨天最高都是去到1.83 大概升了40% 如果升得有三成以上的升幅 我建议大家先走一转 如果网上车市 这类股份 因为它尺寸不大 建议都是下来 如果去到近朝股价 一个三流下 才考虑再买入 还有一些 譬如 荣万家生活服务 2146 12.52 12.52 招股价上市是13.46 就潜了水 他也是做物管的 他的大股东 就是榮盛房地产 深圳A股上市的大股东 他的问题在哪里 就是因为他本身 一些外包的物管服务 的业务是很少的 主要是承接自己 没有公司的房地产服务 管理服务 所以这是他比较弱的地方 而物管局现在都上了很多 估值上很多 都已经调下来 因为太多上市 除非你有些很有特色的 譬如是 华孕漫漫长生活 华孕自地分拆出来 或者是 恒大物业 因为恒大的楼本多 这方面都可以 很有成绩 以及中海物业 中海物业 因为没有公司是中海 中国海外 他还未投放很多资源 中国海外 他现在的市值 跌了很多 因为只有17元 大概1900亿的市值 但是 如果你看回 2669 中海物业 他的市值只有167亿 完全不对称 所以未来都会有很多 房地产业务 就会分别会租下去 这方面 对中海物业来说 会有帮助 整体来说 就相信 后面会看回好些 现代中药 没有什么特别 因为中药来说 不会有很大的 毛利空间 还有市场面 比较窄些 所以暂时 就不是很特别 今天就 纯粹讲 这个新股的活动 至于其他的 就看到 腾讯 去到641元 就突破了630元 这个水位 我相信很快 会向650元 进发 因为看到北水 都流入很多 上交所流入了46亿 腾讯 深交所流入了7亿多 腾讯的相关资金 北水流入 至于另一方面 可以看到 中移动 中芯 都是有钱流入的 中芯 上交所流入了7亿 中移动 流入了9亿 中海油 也流入了9亿 美团 流入了9亿 这是上交所 而深交所那边 中移动 流入了11亿 美团 流入了6亿 中芯 流入了2.3亿 小米就有轻微少少流出 小米又是进入去黑名单 所以暂时来说 小米会卡在这个位置 今天最低见过29亿 最高30亿5号 我相信未来一段时间 都会在30亿这些位置整固徘徊 但是这些消息来说 没完没了 是不是真的会令到 大幅度减持小米呢 我都有个怀疑态度 大家先观察一下 我看到特朗普也不够7天 就要收工了 后面来说 新的总统上台 我相信会温和很多 这方面来说 会不会解除呢 我大胆一点看 局部也会解除 所以中芯国际 仍然看好一些 这些位置打底 有机会向30到32元进发 小米暂时在30元附近徘徊 腾讯有机会再进一步破位 阿里巴巴又怎样呢 现在去到242 又回到第一个裂口区 240到248 是这些位置整固位 如果240守不住 又要下去 暂时来说 会在240到248那里横行 其他的呢 其他的呢 就 京东呢 都是跌四个二人钱 就没有什么特别 而美团呢 都是310元这些会 徘徊 310元又有压力的了 这个位置又未必一定可以有很大的上升动力 整体来说呢 大市呢 就都是这样 今天就主要是讲回这方面 还有呢 衍生工具市场又怎样呢 你看到呢 是昨天呢 就 就行指的好仓呢 牛证和应股权证呢 就是流出了1.3亿港元的 的 含指淡仓流入了7200万 那看到呢 其实就趁在高位来说 见到那些投资者呢 就开始都是 减持好仓的 就看市有机会就回一回头 那 但今天虽然再升了 那就是这个是一个散户的看法 而恒指牛证的街货重货居呢 就收回价在27600到27699 没有分别的 熊证的街货的重货居呢 恒指熊证呢 就是去到28800到28899 稍微下回一点点 28800到28899点 那就是熊证的街货居的收回价 收回价的区域 那向下就移分一点点 那整体来说 就大市都是在这儿整股一下先 那继续都是炒股不炒市 我个人看呢 就很多板块都值得去大家留意一下 那之前说过的一些券商股 那汽车股呢 近期就有一些回吐在那儿 有些回吐 那但是反过来呢 就汽车零件股呢 这方面呢 就是都是不错的 那下阶段呢 就有新片的话呢 再跟大家讲一下那些汽车零件股 那今天就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的收看 都是希望大家继续了 喜欢的朋友呢 就多些介绍给你们的朋友圈 订阅和点赞 那订阅来说呢 是没有费用收的 那这个是YouTube翻译 英文翻译中文 就订阅 那其实都是等于呢 是关注的 那有耐力的支持 继续订阅点赞 和我们按个钟钟 按全部 有新片就会去告诉大家 那也都那句 希望大家赞助一下我的频道的白色 的仪器 那有耐力的支持 多谢大家 拜拜 以火中取律方式投资 其实只是一场靠运气的赌局 而在一个跨越10年 价值200万美元的真正赌局中 巴菲特就证明了 投资可以是稳定增长 他选择平淡乏味的 道瓶斯工业指数 就已经有平均每年16%的回报 轻松击败前来挑战的对冲基金 其实跟能力和运气无关 简简单单的指数投资 已经足以带你跟上世界经济的成长步伐 单只这样 面对市场的起伏和波动 定期投资的良方 最适合为时机游移的你 忘记火中取律 投资其实是一个雪球和斜坡的商与 世界的斜坡已经准备好迎接你这个雪球 或者你选择投资一起成长的美好生活 我们也建议不要错过可以改变世界的科技 或者投资那些强劲的增长 李华星投资全球的指数基金和优质指标股份 收获成长的礼物 投资本应如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